烏克蘭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秘書 達尼洛夫週四表示 馬達西奇公司將會通過符合法律和憲法的方式 回到烏克蘭人民的手中 回到烏克蘭國家的手中 達尼洛夫還強調 這樣做是為了我國的國家安全 烏克蘭國防委員會已經通過了國有化方案 預計烏克蘭議會也會迅速批准 中國的北京天礁航空公司 握有馬達西奇公司的大部分股權 為了獲取這家公司的飛機發動機製造技術 以及知識產權 北京天礁數次向烏克蘭提出收購馬達西奇的申請 但沒有獲得批准 在烏克蘭政府做出國有化決定前 美國已宣布制裁北京天礁 理由是它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 美國商務部於1月14號表示 北京天礁在烏克蘭進行掠奪性的投資和技術收購 構成了不可接受的風險 它有可能將這些技術用於軍事用途 特別是飛機發動機、衛星與巡航導彈的製造 今年1月底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簽署命令 對北京天礁等4家中國公司 及3名中國公民施加制裁 包括凍結資產、限制貿易、限制入境 限制撤資與增資等 經過多次收購失敗 北京天礁揚言要進行報復 達尼洛夫表示 烏克蘭不會屈服於法律威脅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9月9日 日本人的民主 從天堂 靠岩 靠岩 蓋